蘇丹爆發軍事政變 總理被捕機場關閉 甘育正掛著金正恩的位 韓國情報稿回應了 黃金島寶藏在演 印尼漁民發現水世界 中國疫情一星期擴置16省 北京城高風險區 路透社10月25日報導 非洲國家蘇丹首都黑土木疑似發生政變 總理被軟禁 軍方在街頭限制公民行動 有消息人士表示 蘇丹內國成員和親政府黨派領袖多數已被捕 反軍方的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燃燒車胎 在軍方總部附近發生衝突導致至少12人受傷 美國譴責了軍方的逮捕行動 並表示可能要扣留援助 歐盟和阿拉伯聯盟對蘇丹軍事政變表示深切關注 杜拜的阿拉伯電視台報導指出 軍事政變消息傳出後 黑土木機場已關閉 國際航班暫停起降 哈達斯電視台和以色列國土部都報導 蘇丹總理哈姆杜克已被軟禁 目前下落不明 發生社記者表示 蘇丹境內網絡斷線 官方電視台在播放愛國歌曲 蘇丹的民主團體和最大政黨呼籲人民走上街頭 以對抗軍事政變 星期日 抗議者短暫封鎖了 黑土木的主要道路和橋樑 將中部地區與北部地區隔離開 中安全部隊向親軍事抗議者發射催淚瓦斯 威權統治蘇丹長達30年的前總統巴吉爾 由2019年4月下台以來 一直無法順利轉型到民主政體 分享權力的軍方和民間人士之間的關係 已經緊張了幾個星期 9月21日 蘇丹曾發生流產政變 21名軍官和一些士兵因與政變有關遭逮捕 據了解 這起政變是巴吉爾的殘存勢力 試圖終止蘇丹的民主轉型 因此 今日軍方如果奪取政權 將是蘇丹民主轉型的一大挫敗 日前美國《小報》《地球報》報導說 金與正其實在今年5月6日至6月5日 這段期間發動政變 推翻並處決了金正恩 金正恩本人也在6月後 就沒有再公開露面 近期出現在媒體鏡頭前的金正恩 只是無排貨 因此體型與外貌與過去大不相同 看起來看重下降 但韓聯社報導指出 24日韓國國家情報院駁斥地球報 有關金與正發動政變的報導 另一名政府官員也說 該報導內容並非真實 今年6月起 朝鮮官方媒體 罕見色彩金正恩 明顯變瘦的照片 引發各界關注 有分析認為 這是金正恩 刻意在朝鮮糧食短缺的情況下 表現出共同犧牲的態度 但有人懷疑 金正恩已遭政變推翻 出席各式活動的都是替身 報導指出 事實上 從去年開始 有關金正恩身體出問題 死亡的說法就不時傳出 有多家媒體頻頻關注金正恩的健康情況 今年7月 韓國國家情報院還出面澄清 關於 金正恩健康出問題之報導 是毫無根據的 這次有關金與正發動政變的報導 已在美國與韓國掀起異議 因此韓國國家情報院再出面發聲 據悉 由去年年初起 金與正就開始扮成黑臉 頻頻針對 韓國有關涉及朝鮮言論而提出 強烈批評 其用詞頗為激動 9月30日 曾傳出金與正已獲任命於最高政府機關 朝鮮國務委員會擔任要職 先前國界亦揣測 她有朝一人將可能繼承包卿的職位 成為朝鮮第一位女性領導人 近來 印度尼西亞蘇門答納島 帕倫邦穆西河上 探險的當地漁民打撈出大量驚人寶藏 被稱為黃金島的傳奇王國 斯里維加亞帝國的遺址可能被發現了 英國海洋考古學家金斯里發表在新一期 《Red Quartz》雜誌上的研究報告寫道 由淺灘上浮出了與這個最富有的王國 雙稱的閃光的黃金和珠寶 從貿易工具、戰爭武器到宗教遺物應有盡有 除了驚人的黃金和珠寶發現外 何昌還發現了整噸的中國硬幣和更多的陶瓷 過去五年 漁民在牧西河發現了寶石、黃金儀式戒指、硬幣 和價值數百萬美元的 八世紀真人大世佛教雕像和各種珍寶 金斯里將這個寶庫描述為證明 斯里維加雅是一個水世界的確作證據 人民好像現代漁民一樣生活在河上 正如古代文獻記載的 當文明結束時 他們的木製房屋、宮殿和寺廟 還有貨物一起沉沒了 他指出 三百多年來 斯里維加雅帝國的統治者掌控了中東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路線 成為國際十字路口 統治者積累了巨額財富 金斯里推測 這個富裕王國的崩潰 可能與古羅馬的蓬佩城相似 也說它是因為印尼火山噴發 也可能是被快速淤積的河流吞沒 現在漁民打撈的寶物 在考古學家研究前已經被賣了 最後落入古董商手中 金斯里警告說 這意味著與斯里維加雅的興起、輝煌 和衰落有關的證據 正在消無聲色地重新消失 斯里維加雅帝國於7至13世紀 在印尼繁榮發展 歸王國以爪哇島以西的 蘇門搭納火山島上的巴倫邦維都 傳說斯里維加雅帝國極其富裕 最終在十四世紀門 在蘇門搭納島的某個地方消失了 中共衛健委新聞發言人米豐 10月24日說 由10月17日以來 中國這輪疫情波及到至少16個省 北京出現高風險疫區 北京日報23日報導說 多個曾經有甘肅內蒙古旅居市的旅行團 成為這輪疫情傳播的關鍵點 疫情基本遠旅遊路線擴散 餐廳、交通工具成疫情聚集點 但疫源仍未明朗 16省包括上海、北京、河北、浙江、廣東、廣西等 其中浙江、北京、甘肅、寧夏和內蒙古的病例較多 官方消息稱中國出現兩個高風險地區 北京市昌平區和內蒙古阿拉善盟 當告已宣布昌平區全區進入應急狀態 11個中風險地區 涵蓋甘肅、寧夏、貴州和內蒙古 北京市疾控中心通報 10月23日至24日 昌平區、豐台區、海澱區都有確診病例 北京已對進京人員實施管控 10月24日 北京規定進京者須持北京健康保隆碼 同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抵經後進行14日健康監測 對其他口岸入境進京人員 須在入境口岸所在地隔離觀察滿21日 內蒙古阿拉善盟 額制納齊的核心城區達萊夫布鎮 是此次疫情的高風險地區 當地政治旅遊旺貴 有近萬名旅客因疫情滞留 阿拉善盟額制納齊規定 10月25日零時起 居民和旅客足不出戶 為者將被追責 據內蒙古官方通報 阿拉善盟額制納齊本土病例 均屬於Delta邊異株 10月23日至24日 內蒙古報告多例新增病例 包括呼和浩特市、石林國立盟 二連號特市等 陝西省疾控中心說 當地檢測到Delta毒株 甘肅省蘭州市 將疫事10月23日出現新增確診病例 此前嘉瑜官市、天水市、龍南市已出現疫情 既然以致見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